1617中4的大考MC第18题 这个图它提供了物件的加速度时间线图 即是说它开始的时候加速度比较高 后期的时候加速度比较低 直到过了这个时间之后就不再加速 而它说明这个物件原本的速度是静止的 即是说如果你把它对应一个速度时间线图的时候 它的初速应该是零 而它初时的加速度比较高 即是说线图应该是呈现这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初时因为速度时间线图的斜率是加速度 这个就对应初头的加速度比较大 接着这些时候 譬如说这个时候叫做T1 T1即是后期一点点 譬如这些时候 这个时候的加速度比较小 去到这个叫T2的时间的时候 去到这个T2的时间的时候 是零加速度的 即是说这个速度时间线图 好像踏入了一个常数那样 所以这个物件是不断加速不是减速 最后以固定速度行走 去到后期这段 去到后期这段 不再加速 这段就用一个均速的时间去行走 所以这题的单是B 是B B B B